心脏病是很多的人都非常害怕的疾病了,因为心脏病是非常难去治好的,而且这个疾病目前是没有办法的,所以在早起的时候,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样的一个疾病预防。 那么到底心脏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?心脏疾病的征兆有哪些?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吧。 心脏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?心脏疾病的征兆有哪些? 一、心脏病的早期症状,呼吸,做了一些轻微活动时,或者处于安静状态时,出现呼吸短促现象,但不斑咳嗽,咳谈,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左心功能不全的表现。 脸色,如果脸色灰白而发紫,表情淡漠,这是心脏病惋惜的病人面容。 如果脸色呈暗红色,这是风湿性心脏病,二肩半狭窄的特征。 如果成苍白色,则有可能是二肩半关闭不全的真相。 鼻子,如果鼻子硬包包的,就表明心脏脂肪累积太多。 如果鼻子肩发肿,表明心脏脂肪可能也在肿大或心脏病变症在扩大。 此外,红鼻子也常遇是心脏流病。 皮肤,慢性心理衰竭,晚期肺炎性心脏病,患者的皮肤可呈生褐色或暗紫色。 这与肌皮组织长期缺氧,肾上腺皮质功能下降有关。 皮肤粘膜和枝端成青紫色,说明心脏缺氧,血液中的还原血蛋白增多。 耳朵,心脏病人在早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耳鸣表现。 这是因为内耳的微细血管动力异常,病症尚未引起全身反应时,内耳就得到了线照信号。 如果你的耳垂出现一条连贯的皱褶,既有可能是冠状动脉硬化所致。 头颈,如果有锁骨上延伸的耳垂方向,凸起一条脚巾,如小指粗,很可能是有心功能不全。 肩膀,天气明明很好,左肩,左手臂内侧,却有阵阵酸痛,这有可能是关心病。 手脚,手指末端或指端明性粗大,并且脚面凸起如骨垂状,常见于慢性肺炎性心脏病或先天性性子性心脏病患者。 下肢,中老年人下肢水肿,往往是心脏功能不全,导致静脉是回流受阻的表现。 此外,如果时常心脊、气喘,只有多爱才得以欢解,这是此前性心脏病的特有表现。 心脊、心慌等心脏病早期症状,往往会被误认为是休息不好所导致,常常被忽略。 然而,支持拖延就诊时间,会导致病情加重。 尤其是老年患者基本上就患有心脏疾病患者,更需要多加注意。 所以,要提醒大家,不要忽视心脏病的早期症状,亦有什么不寻常的应该到正规做检查。 二心脏疾病的症状,一,胸脉伴随手脚冰冷,属于脚是人体离心脏最远的距离。 但心脏循环不佳表现的症状,常常是手脚冰冷,心肌缺氧则容易有胸脉心肌的感觉。 这种通常是发生在更年纪过后的女性为多,而男性多伴有高血压、高血脂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。 如有胸脉伴随手脚冰冷的情形要特别注意,而手脚冰冷时常伴有失眠,平时偶有心肌的情形。 傍晚是比较容易觉得疲倦无力,这代表长期血液循环不佳,加上个性脊脏,一导致胶感神经过于兴奋,就会使得心跳加快。 心肌好痒痒增加,同时储蓄小板聚集,会增加血液粘质性,血液流畅性降低,可以利用补血和血的方式,促进血液循环,稳定自律神经。 三,手脚冰冷加上洗热水澡后常觉得呼吸困难,这个症状尤其是平常学会特别不舒服。 现代医生认为是身体循环不佳,加上洗热水澡后,心脏无法接力压出足够的血液,或无法将肺脏血液送回心脏,偶尔伴有情维的咳嗽。 四,在X光片上则,无法现异常可能就是心肺功能出了问题,可用不费气来改善心肺功能。 四,大便习惯突然改变或不规律,除了要考虑肠胃的问题吧。 这也可能是心脏病的一个警示,心脏不断的波动的同时,心脏波动的频率也会影响肠胃系统,心脏跳动的速率快慢不定,会影响大便的规律。 这时候不该只是肠外,也要考虑的心脏的功能是否正常。 下知识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阳光小店店铺,里边有各种健康论书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